于作福大师现为中国国家风水书画创作院院长 中国书画创新研究院院长 其画作不仅承袭了恩师张大千之泼墨泼彩技法 他更将风水学理对于财运和官运多方面影响的元素 巧妙地融入到画作中 严谨的布局 题材的新颖 画中有画 神行兼备 首创出乾坤太极风水画作品 其创新画法在国际画坛备受注目 将原有的山 水 井 雾 云 汉气重新组合 从而使画面在视觉上有一种全新的效果 他的山水画作品将艺术与风水做了完美的结合 于大师画山水做好了一个长字 巧妙地将风水寓意包含在艺术的构图与多彩的画面中 艺术境界全出 而风水点滴不漏 于座父不仅是当代风水画的创始人 更成为了风水画坛的一代宗师 作词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